100万的现金和每月3500块钱的退休金 这两个应该怎么选 聪明的人会毫不犹豫的这样选 其实拥有100万现金和每个月3500块钱的退休金都是挺不错的 但是一定要选择的话 那就不要犹豫 一定要立马马上的选择100万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每个月3500的退休金更好 因为退休金是源源不断的 而且每年还会有一定比例的增长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那说明你根本没有搞懂这100万现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第一就是立马拥有100万现金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人生的小赢家了 很多人工作了一辈子到退休的时候 不要说100万存款了 可能连10万块钱都没有 挣100万和存100万完全是两个概念 就算你月薪1万块钱 除去各种开销 一年最多也只能存个小几万块钱 要存100万要几十年 第二就是拥有一百万现金存银行 立马就可以产生利息收入 存个大额 存单的利息3.5以上 有的银行能谈到4个点 这样每年4万块钱的利息 平均到每个月都有3300多块钱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个开支就已经足够了 那第三就是每个月3500的退休金 虽然说源源不断 但是你也只能紧巴巴的生活 不敢生病 不敢乱花钱 一直到去世的那天 你都是这样的 最后也剩不下几个钱 子女们对你的态度也是一般 但是你手中如果有100万现金 那就完全不同了 靠利息足够生活 本金还在 哪天如果您走了 子女们就能白白的得100万 你看看他们对你的态度能差吗 还不是天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 你说爽不爽吧 所以说聪明的人想都不用多想 直接领走100万 那么这100万到底去哪领啊